这R3之神师婆到底是有多强 即使舍了一条手臂 他仍然可以一拳将雷电击飞 这R3恒河水和岛国河沸水之间的交锋 绝对称得上是实施之战 就在刚刚面对雷电强横的攻击 师婆招架不住竟跪在了地上 但此刻雷电可没打算放过眼前这个神明 只见他右手抓住师婆的脑袋 一招怀中地藏 打算将他一波带走 而这雷电如此的刚猛 震惊了在场所有的人 甚至大家都产生了错觉 这场上到底谁是人类 谁才是神明 可下一秒雷电却惊讶的发现 眼前的师婆不但没有倒下 反而好发无伤 只见师婆双拳怼向雷电的胸部 你小子劈头盖脸打了我那么久 你这豆腐我是吃定了 只见他瞬间爆起冲向雷电 当满屏幕的拳头打在雷电身体上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为他祈祷 毕竟这双拳难抵死手 可就在这时一变突生 就在师婆打得正欢的时候 不知何时 这雷电死死的抓住了自己的一条手臂 而随后 师婆发现自己一时间竟无法挣脱 眼前这个人类 他到底想干什么 只见雷电双臂的肌肉瞬间暴涨 那恐怖的力量肉眼可见 而下一秒 他竟然直接掰断了师婆的这条手臂 师婆痛苦大寒 一脚将雷电踹开 这谁能想到 神界最强的破坏神的手臂 竟让一个人类活活给掰断了 而雷电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 在女武神老三的加持下 雷电完全释放自己的力量 并且将他全部集中在自己的双臂之上 此刻 他身体强横的程度 早已超脱了人类的范围 而说起来 这也是雷电第一次完全释放自己的力量 他的超筋外骨足以震慑所有的神明 甚至连众神的人们 都开始怀疑 眼前这个最强破坏神 继波赛东和科勒斯之后 难道师婆也要输了吗 就在这时 所有的阿三之神 都在为师婆打气 而身体中 寄宿着1116个神明的灵魂的他 又怎么可能轻易被打败 只见师婆慢慢站了起来 而来自神明的怒火 即将燃炸全场 然后再来自神明的灵魂的